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02年上映的美国奇幻冒险片《火龙帝国》 讲述的是神类与巨龙对抗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2084年的英国伦敦 12岁的男孩小亨和工程师妈妈相依为命 一天他到建筑工地找妈妈 一名工人挖出一个大洞 小亨前去查看 发现洞里居然有一条巨龙 而且巨龙已经苏醒 巨龙冲出大洞喷出大火 所有工人以及妈妈都死在现场 只有小亨被妈妈护在怀里幸存下来 在之后的20年里 世界陷入火海 巨龙大量繁殖 由原先的一只变成成千上万只 人类拼命反抗 可是打死一只又有上百只出现 无数人丧命 仅剩的幸存者逃离城市 当年的男孩小亨长大了 带着幸存者躲在一个石头古堡里 环境简陋 生活艰苦 终于有一天 男子艾迪忍不住要去收割农作户 但是小亨并不同意 因为农作户还没成熟 现在收割以后就不会再有种子 下一季就会彻底没有石户 但艾迪认为可能等不到下一季 人们就饿死了 小亨为了阻止艾迪的行动 拿走了车钥匙 然而艾迪并不死心 晚上悄悄拿了车钥匙 带着一伙人跑了 一行人来到农田 早就和坏了的众人抓起石户就啃 第二天小亨发现巨龙的踪迹 召集大家躲避时 才发现艾迪等人不见了 但为时已晚 农田里的艾迪等人 已经被巨龙发现 几人急忙逃命 车被烧毁 农田四周也全是火焰 危急关头 小亨开着水车前来救援 巨龙顾着吃农田的灰烬 才没追击他们 但是农作户几乎全被烧毁了 也许世界末日真的要到了 突然一天 小亨等人躲避的古堡 来了一群架着飞机和坦克的美国人 领头的大胡子叫老范 自称是猎龙人 一路走来 已经杀死了一些巨龙 小亨把他们放进了古堡 暂时让他们住下 第二天 他们发现了一只巨龙的踪迹 美国人立即展开屠龙行动 一部分队员驾驶飞机 从空中跳下撒网捕捉巨龙 地上一名队员当作诱饵吸引巨龙 但是当诱饵的队员意外死掉了 小亨发现了这件事情 临危受命成为新的诱饵 最终小亨成功把巨龙引到老范的攻击范围 老范及时开炮解决了一只巨龙 晚上大家都在为杀死了一只巨龙而庆祝 然而老范却站出来把大家怼了一通 杀一只龙死了三个人 这样下去 猴年马月才能打败巨龙啊 老范告诉小亨 目前杀死的都是母龙 而公龙只有一只 就是那一只公龙让巨龙不断繁衍 只要杀死他就能让巨龙灭绝 但是小亨并不同意老范带着自己的人去冒险 其实当初他在洞里看见的第一只火龙就是公龙 然而那个地方是他永远的阴影 他不愿再回去 老范见说不动小亨直接出去鼓动民众与他一起行动 小亨出去阻止于老范打了起来 最终老范打了小亨一顿后 带着美国人以及一批愿意跟随他的人离开了 老范一群人找到了那只巨大的火龙 但是这一只远比之前遇到的巨龙更加强大 老范等人不是对手 大部分队员在与巨龙对抗的过程中都被烧成了灰烬 只有老范和极少数人得以幸免 巨龙还袭击了小亨等人所在的古堡 小亨慌忙带着大家躲进地下避难所 然而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 幸存的老范几身回到古堡找到了小亨等人 现在的小亨已经别无选择 躲避只能求得一时的苟且偷生 但随时都会面临着遭受袭击的恐惧 只有杀死那只公龙才能求得一线生机 小亨决定跟着老范一起前往伦敦 去巨龙的老巢 对抗那只快要毁灭世界的公龙 小亨和老范乘坐直升机 沿着海汉线来到了伦敦 此时的伦敦已经成了一片灰暗的废墟 无数只巨龙盘旋在上空 巨龙已经饿得开始自相残杀 几人一旦被发现就会成为巨龙的石户 小亨带着老范和女队员从地下通道悄悄前述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只公龙 三人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老范趁着巨龙喷火的时候 从高空月下企图攻击巨龙 但是不仅没能杀死巨龙 还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终于小亨在最后时刻成功命中巨龙要害 将他杀死 随着公龙的死亡巨龙逐渐灭绝 灰暗的天空终于恢复了蓝色 被摧毁的家园开始重建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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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